女生最愛的第二名 經典油頭 看起來很成熟 感覺就是超有錢的樣子 那第一名喔 走走走走 居然是我們的 這個髮型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我們看一看女生最喜歡的髮型 Top5 第五名叫做 包包頭 弄得好 小田切讓 弄不好小田切腹 雖然是長髮 但一點都不娘 有一種狂野的感覺 由這種髮型的男生 房間一定很有品味 什麼叫房間 你很有品味 你很想去是不是 不過承認 老大承認 留這種髮型的人 的確是會讓人家覺得你蠻有才華的 可能是設計師 你留這種頭髮的話 你就可以收比較貴 再加上眼神是很深邃那種 然後配上一個鬍子 它會有一種憂鬱的氣息 但是老大有一個女生的朋友跟我講說 男生只要留這種頭髮 他不太想靠近 因為一定勾很臭 的確喔 我有一個朋友 男生啊 留這種髮型 遠看是超級有氣息 但是近看喔 你看一隻蜜蜂蚊子就滿天飛 為什麼 因為男生啊 出油很嚴重 留個長髮 你不每天洗的話 我靠 耳道爆 台哥是不是這種頭啊 台哥不是 台哥那種是 小短 然後把它 炸一個這種 照個算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最愛的第四名 韓系妹妹頭 這個真的是 來看網友怎麼說 感覺很誠懇 有一種暖男的感覺 走到路上 會以為看到玄柄 對這個髮型的確是 蠻適合我們亞洲的男生啊 它會讓你比較清秀啊 可愛 很多的韓劇主角不是都是這種的頭嗎 而且對於一些兒頭很高 頭臉很長的男生 這樣子下來就是 有修飾的感覺 所以啊 你留這種髮型 它就會讓女生覺得 很鄰家男孩 人畜無害 但是哦 我告訴你 偏偏有很多人留這樣的髮型 又很花心 所以女生們啊 紛紛中招 不動獻上自己尿尿的地方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 女生最愛 第三名叫做 漸層寸頭 是不是 OK 會希望自己的男友 不見這樣很俐落 OK 陽光中 帶點壞超MAN 很想依偎在他旁邊 這種寸頭 在電影裡面 有一些俄羅斯黑幫 不是都見這樣嗎 再配上西裝 MAN位十足 這種啊 性感的下顎線條 脖子的線條 哇 性感到爆炸 不過啊 這一種啊 寸頭 依然是非常吃頭型 你髮技線 跟達爾一樣的人 千萬不要剪 五官也要 足夠立體才能駕馭 不然啊 別人剪是 月遇風雲 你剪就是 報告班長 再來看一下 女生最愛的 第二名 經典油頭 看起來很成熟 感覺就是超有錢的樣子 留這樣頭的男生 我想被他弊動 果然啊 現在是女生是 蠻喜歡那種成熟的男生 現在已經是這種 大叔 孤老肉的時代了 好不好 小鮮肉 可能啊 現在已經不流行了 特別是 你穿個西裝 幻想他是一個霸道總裁 那個時候感覺非常地 但是我講 油頭他還是要注重穿搭 例如說你西裝是選合身一點的 而且還是要配上一些 成熟男人的自信 如果你氣質不到 歷練不夠的話 就會有一種 小孩裝大人的感覺 最好你是一個油頭之外 你再留一個小鬍子 還可以去拍一點點 什麼Youtube頻道 講話還很幽默的那一種 來 最後我們第一名 女生最愛的第一名 到底是什麼呢 哎呀 走走走走 居然是我們的購號頭 女生的理由是什麼 我男友志同留了這個髮型 從孔鏘變孔鏘 這個髮型我沒有任何抵抗能力 即使是梁鶴裙 我也可以 不過老大也是覺得 這樣子的髮型算是蠻帥的 比較不挑人 你成熟的 年輕的 粗曠的 秀氣的 留了都不錯看 再披上一個長版的大衣 真的是瞬間變歐巴 誰撿誰帥 這個就要追溯到 這個80年代 對你愛愛愛不完的 郭富城 就是類似這樣的髮型 但現在 髮術是 更有線條感 也從中分 它變成三七分了 不過你們有沒有發現 流行大概就是這樣 20年就會轉一輪 但是哦 你們哦 既好 要留這種髮型 它兩邊 不要給它剃到太光 然後你這個瀏海 也不要給它剃太軟 不然你弄不好 你就變成金正恩 好啦 以上就是老大幫大家 票選出來 最喜歡 他們最不喜歡的 男生髮型 的確 男生的髮型 是蠻重要的哦 你們一定要好好的去尋找 適合自己的髮型 你不要一直去跟風 但是說回來囉 一個男生要能夠有型 不只是靠髮型 絕對更重要的是 你的內涵啦 閱歷啦 還有什麼 口袋的深度 還有褲子裡面的長度 總之只要你充滿自信 你走到哪裡都會 有很多人喜歡你